南投圣役庙供奉的洪奇宫是全台唯一手持枪的神明 很多警察既然摸不着头绪或是有民众失窃时都会来参拜 1号庙方举行了洪奇宫的神枪开光仪式 庙方人员手持木枪 一旁民众拿着枪往枪口的小鞭炮一点 开光仪式正式完成 这是洪奇宫神枪的开光仪式 也让第一次看到的民众都很惊讶 因为距离上一次开光已经超过36年 第一次看到那个神像拿那个神枪在开光 感觉还蛮新奇的 希望之后能保佑疫情退散 保佑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之前是听过这个老一辈人这样讲 这一次是第一次看这样 这里是南投竹山镇的圣役庙 灵密供奉圣役元帅又叫洪奇宫 是全台唯一手持枪的神明 据传洪奇宫的前身是一名清朝的捕快 等于是现代警察的前辈 因此也有不少警察前来参拜 民众若有东西失窃也会前来求助 庙内的公布栏上放着琳琅满目的照片 有汽车机车甚至还有小狗狗 庙方说这些全都是洪奇宫协助找回来的神机 近期全台疫情严峻 庙方也希望洪奇宫能够保佑信众 因此睽違36年又再度选择 良辰及时为神枪开光 也让民众有机会一睹特殊宗教仪式 记得曾若晨南投报导